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但自从喜剧片《太窘》开始 徐峥就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 名副其实的票房领药 不过今年的徐峥倒是放弃了一贯的 这个搞笑喜剧的路线 开始搭到梦位了 对 他们要演这个催眠大师 有人说催眠是个特别专业的活 不知道这两位 就催眠技术到底行不行 我倒觉得特别信任他们 为什么 我觉得 就是徐峥搞那个《太窘》的时候 你不觉得就是整个市场 就被他催眠了一把吗 你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被他折服了 其实人家背后是有他的技术含量的 所以就是他搞这个太窘的厉害之处 所以说你说这个名字催眠大师 就是要把他都催眠了 然后都去看他这部戏 然后漂亮大白是这个意思吗 这两位大师到底这次行不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虽说这莫文卫美女本色不改 不过这催眠的姿势也太妖娃了吧 轻轻这么一挥他们就睡了 这也太假了吧 就连莫文卫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相比于莫文卫的浮夸催眠 另一位主演徐峥就专业了不少 板着脸严肃得很 嘴里还阵阵有词 短短几十秒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就给你催得躺下来 你这是从哪里找来这么配合的灵眼呀 虽然这现场是破绽百出有点糊弄人的意思 不过徐峥倒是对自己的催眠技术信心满满 黄博和王宝强一直在我的催眠里面 直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他们一直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很好的演员 已经很多年了 黄博和王宝强两人被你忽悠了这么多 看来徐峥的催眠功夫确实了得 不过这电影里的一个水里高难度翻滚的镜头 可就太为难他了 游泳技术马马虎虎的徐峥 就只能从自己跳水队员老婆桃红那里去京了 他告诉我的方法是带一个笔甲 可不可以带完笔甲 我问导演可不可以后期把我笔子做掉 他说这个做起来特级太难了 可 又要催眠演员 又要向老婆学习怎么美人入水 身为催眠大事兼职的徐峥 还要亲自参与剧本创作 我说徐峥大哥你压力会不会太大呢 必须减压 这个减压最好的办法就是 要自我催眠 说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看来徐峥真的是做一行爱一行 就连自己也不放过 娱乐新天地自我催眠很有效 北京采访报道 好 光从现场这个发布会来看呢 感觉好像跟这个催眠没什么关系 应该是一部喜剧片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动作真的也太不像专业的了